咱就是说 做UP主这个职业最神奇的一点就是 你永远不知道你第二天在哪儿 昨天我还在杭州办公室里面坐着 然后现在一瞬间 我就被传送到了4300米高的这个冰川上面 然后更离谱的是我带着一个管着8000人公司的 转转的CEO黄伟老师干了 什么感觉 有一种零度的53度的感觉 对吧 这次是转转联合中国国家地理发起的冰川探测活动 他们希望我们能来帮忙铺点力 扫描整个冰川 然后在几年以后再来进行一下对比 看看这个冰川的整体的变化 虽然这一次这个状态 高原我发现我真的不大行 我们两个都不大好 但是我们会尽我们所能 打起精神 一起见证这一次升级的冰川之旅 好 走吧 中国也有将近5万条冰川 但因为全球变暖 已经有8310条冰川 完全消失 这次旅途我们决定先来到藏东南 走进和了解这些庞大的冰雪之区 并且从他们之中挑选出最为适合扫描的一座 第一站就是喜马拉雅山脉中最大的冰川之一 亚龙冰川 听我还好吗 还行 好多好 好 走吧 你让他喜马拉雅 你提示一下员工呀 我发现我们这边唯一一个不会高反的 我们的制片校一样 林乃园高原社会不会高反的 野外圣体 野外圣体 不会以后一种野外圣体都交给我的了 确实 我不同意 我喜欢City Citywalk 当心 这是什么 这掉下去还得了 下面就是冰冽系和冰雪楼 下面有很多地下河吗 这叫地下河 冰下河 朱老师在这边研究冰川已经有十几年了 是中科院的非常厉害的老师 一般这些冰冻可以直接伸到冰川的底层 能够达到二十米三十米甚至一百米 它可以直接插到底 所以我就上不来了 简单来说 就几乎没有可能靠自救的方式上来 几乎没有可能 但在那边的话可以保鲜 这可能是唯一的优点 就几百年以后你们还可以给我来扫我 不用几百年你自己下去了 我要冲一下酒 冲一下酒了 几乎变哪就要融化 你冲下去了 像这样的冰冽系在冰川上还有很多 它们是冰川运动的重要线索 当冰川受热融化的时候 这些裂缝的表面就会形成积水 它们顺着缝隙一直向下 流到冰川下方的岩石层 而这层薄薄的水就像是润滑剂一样 减少了冰体和地面之间的摩擦 使得巨大的冰体在重力作用之下 能够向前慢慢地移动 这也是为什么冰川里面会有穿这个字 而当这些溶水将冰川底部侵蚀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形成冰下奇观 蓝冰洞 这居然是自然 也有洞天 这居然是天然的 滴出来这种地方好特别 你看顶上它透的 一直在滴水 它摸起来就是冰 凉凉的 但没有这么冷 不像冰箱里的冰 但整个地方现在不是透了滤镜 它就是这么蓝 这里我觉得很像阿凡达的洞 有点像 对吧 而且颜色也很像 对阿凡达 阿凡达蓝 当我们身处冰洞之中 整个世界都被蓝色所包围 这种感觉真的很震撼 但这种蓝色并非来源于冰体本身 而是因为在漫长的岁月过程中 冰层不断地压缩和结晶 变得坚硬密实 从而更容易散射出波长较短 穿透力更弱的蓝光 所以即便这个大冰块本身没有任何颜色 但是因为反射的原因 它看起来就会有这种罪人的蓝色 那在对冰川有了大致了解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着手 这次旅程最重要的任务 冰川扫描 Tim 你们第一次接到转转的邀请 看气候变化 看冰川 有毛病吗 有毛病 然后我们给了几个选题 都说这个东西 并没有办法真正最长久的流程 不够有真正的实际价值 那我们只能搞这种大型的扫描 这就是这家离府的二手公司 让我们做的事 我们就想让大家这么一件事 气候真的在变暖 这也不信你们看这个 几万年几千年几百年的冰川 我们也是让自己相信 二手是一件可以很绿色环保 很拯救世界的东西 哪怕现在一百个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相信 那Tim你帮我们做这种 什么脑子的事情 可能就会多一个人相信 原本我们的扫描目标是亚龙冰川 但到了以后才发现 它实在是太大了 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根本就不可能扫完 所以朱老师给我们推荐了 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 中国最美冰川之一的米堆冰川 它的体型相较于亚龙要小得多 海拔也不是太高 那在确定了扫描目标之后 我们决定立刻出发 但是徒步了一整个上午 这个腿是真的吃不消 所以我们决定骑马前往 咱就说这个骑马 讲究的就是一个 这个叫什么 人马合一 我觉得现在我算是达到了这个状态 鲁岳正好和这个马非常契合 小黑操 你差一点了 就差一点了 操过它 这这 啊 啊 啊 开始吃零食了 开始吃零食了哥 虽然有一点小插曲 但是马哥还是很负责地 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 我们拿出米堆冰川 在2008年和2018年夏天的照片 想通过对比来看看这座冰川 在这十几年里面 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2008年你看这一块 这基本上都是白的 然后现在你看当中这块 只有小小的那块是有冰的 也就是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 看奥运会的时候 那时候这边就还是全盖着的 对 基本上全盖 那再过20年 如果上边也像现在这个情况 这一块估计都会没有 冰川到下边 已经没有太多的布局了 下边这块就已经撕掉了 撕冰川 也是有一些惋惜吧 站在山脚下 冰川深处不断传来巨响 我们以为这是雷鸣 但朱老师说 这其实是雪崩时冰体断裂 和滚落的声音 随着气温的升高 雪崩的次数和规模 每年都在上升 在200多年前 米堆冰川可以覆盖达到35平方公里 但如今已经萎缩到不足25平方公里 足足减少了1400个足球场的面积 如果全球变暖还在持续 在未来 这座有着300万年历史的冰川 很有可能会永远地消失在 中国的高原之上 在了解了米堆的情况之后 我们终于可以展开扫描工作了 原本我们打算和老军山的扫描一样 直接用摄影测量的方法来对它进行扫描 因为它测量速度很快 受地形影响小 只要能够拍到足够多角度的二维照片 就可以生成一个非常高精度的三维模型 可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帮我们快速记录下这个冰川庞大的全貌 但这个方法的缺点在于 高原的光照十分强烈 当我们用它近距离来拍摄冰川边缘 也就是这个冰蛇段的时候 这个冰面很有可能会像镜子一样 把这个天空的信息给反射回来 导致我们采集到的样本会发生很大的误差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这一次我们还加入了激光雷达扫描 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激光脉冲来发射 还有接收的时间差 来获取一个物体的三维坐标 把这些坐标点运算成像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精确的三维立体图像 因此它可以完全摆脱可见光的干扰 甚至在晚上没有光的环境之下 它也可以工作 那这一次我们摄影测量使用的主力机 是这个M350RTK无人机搭载的蝉丝P1 激光雷达则使用了这么一个巨大的蝉丝L2 来进行对应的扫描 那结合了这两种测绘方式 我们也就能在较短的时间之内 得到一份比较精确的冰川数据 在我们用精密仪器记录冰川的时候 朱老师说 冰川周围的植物 也有它们记录冰川的方法 但是首先 你要通过生长锥 也就是我手里这个空心的铁棍 把它们插进树干 取出树轮的样本 在打磨之后 你就会得到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像这个就是树轮 就相当于是 很像做了一个截面它的年轮 对 这是一棵超级老的树了对吧 对 这个接近500年的树了 这一块你看从这比较宽 然后变得越来越窄 这个是当时冰川 往前靠这个树很近了 然后冰和树的距离就比较小了 所以这种冷却作用 还有推的它的作用 就会破坏它的一些根系 然后是会导致它 生长变慢 对 变慢了 所以你通过这个就可以 直接读出来当初有个冰川 影响到它 对 往前走了 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树轮和冰川这两个 看似毫无关系的东西 却有着一条无形的线 连接着它们 而这一次 我们和冰川之间 也因为一条条测绘的航线 连接了起来 它穿行在巨石和白雪之间 从破晓到黄昏 凝视记录这篇蔚蓝之下 经历了千万年雨雪风霜 却仍然屹立不倒的万物之远 那接下来 请欣赏我们耗时七天 用两亿多个雷达点 还有无数的照片 拼出来的雪岭冰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 如果只让你看见了 它现在的模样还远远不够 既然扫描下来 并且我们能用CG 我们还可以穿越回冰河时机 带你来见证 它意义成辉的过往 《消融》从不只是一座冰川的秘密 在这趟旅途结束之际 我们还希望用岩石相机 去记录更多冰川消融的情况 这里是朱老师 他们现在在布这个相机 和我们平常拍岩石不一样 我岩石最多拍一天 你们这边一拍就半年 半年一年 甚至两年三年 两年三年也有 我们这样可以记录它长期的变化 工作模式 我害怕设错了 这一设错可是半年的成果就没了 你不要别给改了就行了 我没改 我没改 我发誓 我发誓 等一等一等一 哇塞 吓到了 你有想过你管一个八千人的公司 管着管着 你已经在这里干这活了吗 这活压力确实很大 对吧 看看 这样感觉还行 它这个看过去 就这边这个冰川 然后那边那个冰蛇 因为留下来的地方也都能拍到 因为是一个超广角的相机 但看看半年之后 这边冰川会有什么变化 在接下来六个月里 这个相机将会代替我们 和这些树木一起来见证 制作冰川的消融和流淌 也许我们只能留住这座冰川 漫长生命中的短短一瞬 但希望这个瞬间 可以久一点 再久一点 气候变化这件事情 真的会是我们 这个年纪 或者说是我们的下一代人 感受到非常剧烈的变化 但你普通个人 其实很难去改变他 我们认为绿色的消费 然后循环起来 这个可能是每个人 能够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用数字留住冰川 能把我们记住它现在的模样 但并不能减缓它们 在现实中消融的速度 二手循环不仅可以提高资源利用 还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 让大家闲置交易快乐的同时 也让世界因流转 变得更可持续 希望我们都可以为地球生态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让冰川在明年夏季 依旧和这次剑屋中的一样 身负挨挨白雪 矗立在群山之中 最后非常感谢 转转对于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 投币三连转发 祝我们的追查它的帮助 那么我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